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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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林平 你们征服过很多赛场 今天 我叫任少龙 今年19岁 来自辽宁沙阳 马上要上场了 我非常紧张 疯狂起来 让古老的乐器 发出二十一世纪的声音 我觉得很快乐 我很自信 把最危险的东西玩得最安全 代表中国去为国参观 如果我的积累和努力 可以创造出 能够震撼人心灵的节目 我的人生大不同 中国文艺倾情呈现 平凡的精彩 五一班 五一班一个特殊的组合 十四位平均年龄 只有十三岁的藏族孩子 在一场无情的地震中 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 但是在志愿者老师张家震的帮助下 这些孩子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 李连杰评委在点评时 鼓励这些孩子们说 不管乌云有多厚 太阳永远在那里 我老师 他把老师带我们来到了长城 他说长城就像松花名字的脊梁 我也不会倒 这些孤儿孩子 有一种士兵和党的生命力 勇往之下 这就是少年的力量 中国武术国大精神 今晚我期待五一班的表演 再一次震撼全场 武术是我们中国人的驾傲 今晚我们要表演最精彩的武术 论家不息 再次震撼 红日诸生 祈祷大大光 既有青骨 既有青骨 既有八光 天皇子孔 封骨流长 后德载悟 力当四雅 有青骨 有青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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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